在我看起来很明显的 也就是第一个吸引我注意的是 这些挑出来的行为的作品 是那么分散到角落去 而它并没有集中在大都会区 它分散到小角落 而且看这些在里头做的人 他们常常是很低的预算 可是很真实的案子 然后他常常他自己都要介入到发包施工 所以他必须要非常 他的角色已经从纯粹的设计者 进入到施工者 进入到这个环节去 怎么样用最适合的材料 那材料因为适合 你就必须要用跟那个在地容易取得的 就是它会跟那个现实连接起来 它不会做成一种虚妄的 然后打高空的东西 它就是要真正实实的把你的设计案要面对的议题 一个一个解决掉 那这个也许跟上个世代 像是上上个世代的建筑师 有可能都在追求一种宏大的梦想 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比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小建筑 他们小建筑就专心的把一个 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东西做好 然后把这个东西的使用者的需求准确的 而且很细心的帮他解决掉 然后他们可以 他们也愿意认真地做低预算的案子 这是很好的讯息 这表示他们只是我们看到的少数人 那表示有更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 某程度这也是他们被现实逼迫到这个状态 因为没有他们拿不到在都会的 好预算的漂亮的案子 或曝光性高的 这些没有了 然后他们就只能散到更边缘的角落 去做一些以前根本 以前建设师可能完全不碰的东西 他们捡起来做 然后自己从头到尾去处理所有问题 这个虽然看起来好像很不幸 是被逼到那个 可是这个东西是使他们产生出一种特质 这特质会使这一代的建设师 跟之前台湾之前四代的建设师 会有完全不同的个性 他们会对于现实更深刻的体会 对于建筑如何盖起来 建筑跟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他们这部分是真实的 这部分在他们在未来在发展 这部分他们积累起来 这部分会变成 使他们以后有机会 做比较大的案子的时候 这部分特质会延续下去 那这个反而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很可以令人期待的 台湾的建设师 不管现在是两代或三代 其实他们大概都是跟着 都有跟上台湾经济繁荣的那一波 所以基本上有一种 那现在这个世代 整个机会没有了 所以他们被现实有某程度 挤压到一个角落 那当然他们很任命的认真去做 另外一个是他们得不到注意 因为他们作品是在角落在偏远的 然后作品是预算少的 所以他们有可能认真的20年30年 也不会被注意 可是这样的 像他们这样认真在一个地方 然后专业的执着做这个价值是必须被认知的 而他们这个世代依附的这个价值观 必须要有人提出来 那这个新锐奖是透过这个机制 他当然古文新锐 但是在这个里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评审事实上更被他们吸引的是 他们的专注 跟他们的执着 跟他们认真做好小事情的态度 那这个如果透过这个奖 把这个价值观提出来 很多人可以得到一些鼓励 同样在做同样的事情 他就算他没有得奖 他也会感觉到说 我这样做其实是对的 是值得的 所以有人是在看得见这样的价值 就把一个比较微小的 本来不太受重视的一种 好像默默的耕耘的这种价值观 借这个奖把它提出来 它跟另外一种宏大的奖可以平行 那这个 而且我们事实上更需要这样的人 那这种人 他埋藏在社会各 像我这评审 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 找不到怎么冒出一个这么好的人 我从来没听过 这让我很意外 那这种人表示还有 还有更多 可是那些人就算没有报名 没得奖 可是他们看到 跟他一样在做一样事情 用一样态度做建筑的人 得到肯定 他们也会得到鼓舞的 我对我们这个行业 有两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你天天做 努力做 你会越做越好 第二个看法是 你最好的作品 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因为你越做越好 你越做越进步 我对这十一个作品 有一个共同的观察 也就是说三天持续的 每个地方 你听设计者讲 你自己的观察 我觉得这十一个作品 跟我这几年 每一天对自己的要求 的心路历程 都一样 天天做 努力做 越做越好 这是我对这十一个作品的 第一个共同看法 第二个共同看法是 态度决定一切 尤其是这三天 我整个看来 这些遍布全台湾 不同的岛屿 不同的城市的作品 我看到了一个状况 那个叫做在地性 不管你是桃园 不管你是小琉球 不管你是高雄的 一个街上的街屋 或者是新竹的一个 开阔空间的一栋 住宅要传达风的感情 或者你到了金门 那是一个从平地盖起 可是是融入环境的作品 我自己认为这十一个作品 就是今天的台湾 而且如果这个十一个作品 说是台湾的现代性 台湾的设计密度 那我还相当的予有容颜 我清楚地看到 一个时代的到达了 这是什么时代呢 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想要的 那个叫做自我认定之后的肯定 认定到肯定需要什么 需要实作 认定到肯定需要什么 需要执行 认定到肯定需要什么 需要支持 当有整体创作成为一个 大环境的设计宣言的时候 所有的设计者需要的是机会 这个机会的长有者 要把机会释放出来 我觉得这十一个作品 这些机会是他们用身体 去撞墙 把墙撞一个洞 找到的 公共工程来讲 预算非常低 很多人掉头就跑 所以那个叫做辛苦的机会 好 私人工程来讲 其实是可遇不可求 但是他的执行 他的整体预算 相当的紧 所以一样 这个成就是他自己 用身体去撞墙 强撞了一个洞 看到光线 这里面的每一个人 串联的线 面 到最后空间跟环境 我非常佩服他们 我看了这十一个作品 我看到希望 那我觉得两年之后 那又回另外一个层次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们就知道 其实一个奖项的设立 我们谈的是愿景 我看到这个愿景开始了 这三天我们还是非常紧密的 紧锣密鼓的 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我也挺惊讶的 他这个作品 这次他分布的地方很均匀 其实这说明一个问题 只能是他的经济的发展 或者说建筑师 或者这些年轻的建筑师 他们的那个关注点 从一些热点上 其实他们都散播到 很多很多的细节的地方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新一代的这些建筑师的 他们总的来讲 还是有热情 同时他还是比较沉得住气 或者是说他们比较专注 在一个项目上 哪怕他没有太多的这个 怎么说呢 budget或者就是一些资金 那么他也会认真地把它做好 当然也许说 相比于在大陆的这个建筑师的 这个状态来说 他们的机会好像是更少了 但实际上呢 一旦他们得到了这机会 他们会很珍惜 会把它做得更好 实际上反而容易出好的作品 比如说就建筑师 我刚才还在跟那个 得手奖的这几个小伙子在聊 我说实际上呢 你的手法做得越多 你的思想性就会越弱 其实应该是在 你要想的很多很多很多 最后实际上就是一笔 我觉得这个呢 可能才是一个 能够走到更高的一个段位 那么现在呢 你就是耍 就是来回回耍 画出很多很多的花样 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你应该可能 一半的东西都应该砍掉 不要去做 剩下一半就已经够了 可能在这里头呢 你再把你的这种 要表达的空间 思想 你的这些地域的特征 和很多的这些 你要表达的东西 给它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就会很好 就它就达到了那种 它有一个张弛有度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是觉得呢 一方面呢 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特点 特色 你不能去追 某一个风格 比如说你喜欢日本建筑 你就去追日本人的那种风格 那人家日本人一定比你做得好 你会你去追欧美的 瑞士的 你还是追美国的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 那么你真正的是学到了那些 它的有特色的这些 这些方法 然后呢 回到自己的这个地方来 发掘到你自己的这些东西 来做一个 你自己跟地域特点结合在一起的 然后呢 别人看着就会觉得 非常的有特点的东西 所以这么说 越地方的东西才是越国际的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有这个信心了 但是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你不能封闭自己 就是自己跟自己玩 我们叫这个话说 不能自己跟自己玩 你要着眼于 你做local的事情 你做地方上的事情 但是你的着眼是一个国际的水准 得奖只是一个方式 只是得到承认这种方式 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国际的视野 和一个对国际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认知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这个时候你反过来 你会知道 我做这个东西 在国际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不是刻意的要去跟人家跟风 但是呢 你要从那汲取一些很多的东西 知道现在最前沿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保持就要找到自己的那个特点和特色 我还是说这批建筑师入选的 那我还是真的很感动 他们真的是很认真 有理想 而且呢整体的水准还是蛮高的 他每人想的考虑的方向不太一样 喜欢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但是呢总的来说 他们是非常的用心非常努力 这个我还是觉得是值得肯定 第二届的ADA 这个新锐建筑师奖 对我来说跟第一届很不一样 这一次的奖项 不管在多样性上面 还包括着力度 其实都对我来说特别的深刻 尤其是这次我观察到 我们几乎有百分之六十的建筑师 年轻的建筑师开始执行一个 跟我们以前很不一样的建筑师 完成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模式 是因为这次有百分之六十的建筑师 都开始从设计一直到施工发包 一路从头做到尾 这是一个非常辛苦 可是对一个青年建筑师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 我认为台湾现在的新锐建筑师 还没有完全离开上一代的建筑的论述 我觉得更应该打开自己 非常勇敢地打开自己的论述 跟上一代的我们的建筑师最大的不同 是我们基本上所面对的是 台湾的大环境的状况 可是他们现在所面对的是 台湾这个非常不容易 未确定的年代里面 包括业主群也在未确定的尝试 创造一种新的可能的状态 所以反而特别的是 这个状态是他跟业主一起在寻找 那这种步调跟这种所谓的合作关系 还包括执行建筑的层面 相对的对我们来说就特别的深刻 所以我们在这一届的好多作品 可以看得到这些年轻建筑师们的着力 特别的深 投入的感情面特别的浓 可是这个浓 就一个作品本身来讲是好事 刚开始 可是对作品的完成来讲 我倒是要提醒 当你创作 创作其实有时候是一种有距离的 除了你把你热情投进去的时候 你必须要拉开一个距离 重新看你跟这个环境 跟这个作品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部分比较少 所以特别的贴近以后 反而让那个作品 包容了太多太多的感情面 甚至于在最后的呈现面上面 是在形式上材料上或细节上 有一点点比较搅在一起 说不清的状态 可是建筑有时候必须要再说得更清楚一点 越是不被关注的偏焦地点 越能够找到它最棒的资源 最棒的自然资源 其实是自然天成的 只要你面对它的必要条件 它就可以开始长出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 那这次的几个外岛的作品 其实让我们看到 其实他们真的面对很多必须被关照的问题 那这也回馈到 其实现在的非常多的年轻人 我们都鼓励所有的年轻人 最好都回到自己的家乡 或者回到一些偏乡部落去 去创造一个具有时代性 我常常说 在地性有的时候不是说出来的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在地性是一种论述 是用一种眼睛跟论述 用观点去说出来 他们现在面临的在地性 是直接面对那个土地本身 跟它的经济条件 跟它的营造基础 所以那个在地性几乎不用说 它做了就是了 所以这个特别符合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你就是做 做了以后 它就会长出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 新锐建筑师 最棒的就是 它有那么多的内分泌 那么多的肾上腺素 表达这么大的热情 可是它最缺乏的 其实是一个有距离的眼睛 那尤其是面对台湾现在 真的需要有一个 稍微有点高度 有点距离眼睛 你回看自己 当它找到自己的角色的时候 它自然可以离开上一个世代 创造现在这个世代 完全不同的建筑美学 或建筑的一些着力的观点 那这是我对他们最大的建议 我觉得我们这次 这个评审过程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其实是跑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小琉球 有风雷 有金门 那种植在都市里面 也大概都是一些边缘的地带 那如果不是在边缘地带 也大概就是一些废弃的老房子 本来是没有人要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 基本上说明了我们那些年轻的建筑师 事实上是在一个资源非常匮乏的情况里面 去做事情的 怎么会让我们的这个社会资源的分配 这么不均匀 让他们必须要吃这么多苦 然后他们才能够去做到这样的 其实我们必须要这么偏远的地方 然后去看这些这么优秀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落差 它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 基本上对这些年轻人 基本上是不照顾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年轻人 有这么大的能量 然后他们能量被激发出来 我们这个环境的恶劣 它可能会迫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建筑师 变得必须要要要找手 是我觉得这些作品里面虽然完成度高 可是它的概念性是不饱满的 相对来讲也就是说 他们其实可以很认真的把每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物的这件事情是掌握好的 可是到底这些好的物本身 它到底要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或是在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 可以给我们的这种精神向度上面 可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我觉得这个部分相对来讲还是空洞的 我就不是那么确定说 在他们这些年轻的作品里面 已经蕴含了他们以后 要在更往高峰走的时候 已经有那种概念的一个饱和度 我觉得它是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 它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照妖镜 它让我们去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 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年轻人 基本上放在他们的身上资源 我相信是很少的 那我相信这也不止只有建筑这样 我觉得在其他的部分 应该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 有掌握资源的人 应该要这个上面要做反省 这样才不对 那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新的建筑讲很重要的是 它造成了一个在这些年轻建筑师中间的 一种群体的一种集结 因为大家本来都是在 在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事务所 在自己的学校里面去做创作 没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有一个平台 让他们可以同时看到 对方的一个努力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集结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会去创造一种世代感 而这样的一个世代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骄傲 有他们觉得他们自己 他们应该在他们生命里面 应该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事情 我们在这边的一个人